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京长丰医院18号发生致命大火 导致至少20亿人死亡 有病人家属事发之后赶到现场 但是一直无法联络到亲人 医院方面则是三间其口 拒绝交代其下落 表示必须要先主机上报 此外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在事发之后快速地转开审查 官媒直到八个多小时之后 才首次在媒体版面上面提到这一次的事件 当局对公众讨论的打压 引发了网民的不满跟愤怒 就连前官媒总编辑胡锡进也大呼不应该 美国之音报导 根据中国官方的通报 北京丰台区消防队 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57分接到了火警 表示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 通报表示消防人员在下午1点33分左右 扑灭了明火 救助工作在两个小时之后结束 大火导致了21人死亡 事发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尽管事发于中午 但是中国官媒直到晚上将近9点 才首次提到了这场大火 北京日报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央视等等 除了重复官方通报的内容之外 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资讯或者是细节 在官媒正式对大火进行报道前 包括了微博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上 就流传着多个视频 显示滚滚黑烟从长丰医院的大楼当中冒出 楼里的人爬到窗外试图要逃生 但是这些视频很快就遭到了删除 相关的讨论也被审查 官媒在报道大火的微博贴文当中 罕见的没有使用任何热搜话题 而两个与该事件有关的话题 第一个北京一医院发生火灾21人死亡 跟另外一个北京一医院发生火灾21人死亡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 微博公开的资料显示 上述两个热搜话题的热度 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9点之间指线飞升 但是分别在9点跟10点之后奏驾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 前微博审查员刘立鹏在推特上面指出 官方过去在非敏感时期 并不会对这样的灾害新闻进行审查 因此这也让他惊呼 审查的尺度又创下了新高 以前只是两会跟春节期间不让报而已 就连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 前总编辑胡锡进 都在一条后来遭到删除的贴文当中表示 网络上关于这场火灾的资讯 很少有留存的 因此现在人们只看到了官方的文字通报 几乎搜不到有关这场火灾的照片跟视频 他认为这相当的不应该 而北京长丰医院大火的消息 不只在媒体上面遭到封锁 就连住院病患家属也值之甚少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中国媒体报道 一些家属指出大火发生将近七到八个小时 他们连一通通知电话都没有接到 如果不看新闻的话 甚至他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 有人向医院索取死亡名单 但是分整态的工作人员回应 要登记患者的姓名逐级上报才能够告知 另外有人接到通知 说家人被送到某间医院 但是到医院时被警员要求先回家等电话通知 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18号中午起火 总共疏散转移患者71人 截至18号下午6点 经过转院救治无效21人死亡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长丰医院发布公告指出 因为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从19号开始股票停牌 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北京长丰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科 血管流、脉管机型等疾病为 诊疗特色的二级综合医院 在北京之外 长丰医院集团还在上海、南宁、广州、西安、河肥、长沙等 20个城市开设医院 在北京长丰医院的背后 则是新三板挂牌公司长丰医院 事件发生之后 厂丰医院发布公告指出 因为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19号开始股票停牌 根据最新消息指出 大火由医院内部工程产生的火花映燃 具体原因跟损失仍然还在调查当中 医院院长王某林、副院长汪某等12人 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已经遭到刑事拘留 美国众议院17号通过一项新法案 旨在使用制裁、出口管制 以及国际协调跟压力等方式 来追究中国在间谍气球事件上的责任 美国之音报导 维护领空主权法案 以405票对上的6票通过 这项法案 最初在2月下旬 由来自于纽约中的民主党众议员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 米克斯提出 当时美国军方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 击落了一个 据称是来自于中国的间谍气球 这项旨在让中国为其高空监视气球 侵犯美国领空跟主权的行为负责的法案 提出了数项举措 包括了要求美国国务卿跟国家情报总监 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协商 制定外交战略 向盟友跟伙伴通报中国监视计划的范围 并且建立全球共识 来应对中国的全球监视气球计划 法案特别提出 美国应该利用其在联合国 跟其他国际跟地区组织当中的发言权 投票权跟影响力 来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外交压力 并且在包括七国集团 跟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内的主要多边论坛上 来提出中国全球监视气球计划带来的挑战 此外 法案还呼吁美国商务部长 根据出口管理条例 评估受到美国管辖的 与航空航台计划相关的物品跟技术的出口 在出口跟国内转让 包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用于情报跟侦查的飞艇跟气球 以及相关材料跟组件 并在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之后的一百八十天之内 向相关的国会委员会来提交报告 法案还将允许总统对其认定的直接管理 跟监督中国全球监视气球计划的任何中国个人 来实施冻结财产跟吊销签证等制裁 该法案如果签署成为法律 总统最快可以在一百八十天之后 来采取制裁的措施 2月2号 美国国防部表示 监测到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西部上空 美军在两天之后将其击落 北京坚称该气球是一个民用科研无人飞艇 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其误入美国领空 同时指责美国过去一年来 在中国上空非法放飞过十多个高空气球 白宫否认了北京的职责 而自间谍气球事件以来 美中的紧张关系也持续在升起当中 中国法律学者、人权捍卫者许志勇 以及人权律师丁家喜 4月10号被分别秘密判处有期徒刑 14年跟12年之后 中国维权网得到消息说 他们两个人不服判决将会提出上诉 此外因为到武汉一些医院拍摄视频 揭露疫情的真实情况 而遭到抓捕三年无阴性的公民记者方斌 其家人最近得到他将要出狱的消息 法广引述中国维权网的消息指出 丁家喜的代理律师18号通报说 山东省林仪市中级法院法官表示 已经知道许志勇丁家喜提出上诉 确定在20号上午到看守所来提升 许志勇跟丁家喜来接收上诉的材料 而上诉的材料将送到二省法院 也就是山东省高级法院 许志勇1973年生 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 新公民运动倡导者 丁家喜则生于1967年 著名的人权律师 两人因为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步 长年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 最近一次他们因为参加 2019年12月的厦门聚会 而遭到中国警方的逮捕 被抓三年多之后的今年4月10号 山东省临仪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 对许志勇跟丁家喜分别被秘密判处 有期徒刑14年跟12年 这件事情经过媒体的曝光 在海内外引发了震动 普遍认为这是程序不合法的重判 另外一则同样跟人权相关的案件 则是公民记者方斌 2020年年初 湖北武汉疫情大爆发 武汉在1月下旬宣布封城 封城期间 方斌到武汉一些医院拍摄视频 揭露疫情下武汉医院当中的真实情况 之后他遭到当地警方的抓捕 三年来 外界没有办法得知方斌身在何处 他的处境 以及被当局起诉的具体情况 自由亚洲电台18号报导 一位因为个人安全理由要求匿名的人士18号披露 近期方斌在武汉的家属接到通知指出 方斌将在4月30号早上出狱 最近方斌的亲戚又告诉一些朋友 说方斌出狱之后会继续住在其亲戚家 因为警方要求方斌的亲属做好接待方斌的准备 该知情人士表示 警方要求方斌的亲戚看守住方斌 方斌在武汉没有自己的家 因此他出狱之后可能就会住在姐姐的家 警方的意思是要求方斌的亲戚留意他出狱之后 会跟哪一些人接触 看来警方在找第一个能够跟方斌接触的人 另外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方斌被秘密判刑 家属至今不知方斌触犯何罪 方斌被江岸区法院秘密判刑三年多 但是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跟判决书 也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 记者通过了律师联络到江岸区法院方斌案的联姓逐审法官 但是连法官一听到方斌的名字 马上就说 这种事情你们也敢问 不要问 现在方斌被关在武汉市江夏区的小军山 可能是被单独关押三年多之久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目前正在俄罗斯访问 专家认为北京除了要在乌克兰战争 九拖不绝之际力挺普京 也有意借机让俄罗斯转让其先进的军事技术 因为俄罗斯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并且做出牺牲 美国之音报导李尚福16号抵达莫斯克之后 立刻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宁宫的罕见高规格基建 普京高度称赞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李尚福表示 中俄关系胜过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 这是李尚福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的第一次出访 期间他反复的强调 他特意选择俄罗斯来作为首次国外访问 意在强调两国关系的特殊性跟战略意义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赖特受访师指出 中国一直在着力受造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在伊朗跟沙特阿拉伯之间如此 在乌俄冲突当中也如出一车 这是中国卓有成效的奉行更大公共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然而乌克兰战争如果结束的话 也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因为俄罗斯而分行 或者是消耗大量的战略资源 过去一年来 美国在自身经济疲软并可能面临到衰退的情况下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惊人的数百亿美元援助 观察人士也对乌战消耗美军弹药跟武器储备速度之快深表担心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特认为 俄罗斯是一个不错的干扰因素 他迫使美国将资源从亚洲转移出去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兹也认同地说到 一旦战争结束 西方至少是美国会更加地关注中国 特别是如果俄罗斯被击败 普京倒台 其他人上台 将剥夺中国的一个盟友 这也让五角大楼可以将精力重新集中在台湾跟东亚 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 无疑将会大大的消耗美国 欧洲跟俄罗斯的国力 而这在无形当中意味着中国的相对国力会更强 俄罗斯可能会更加依附于中国 美国跟欧洲在对抗中国的时候 更可能会三思而行 换句话说 战争持续的每一天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做收的巫战羽翁之力 还包括了以前俄罗斯不愿意转让的先进技术 李尚福曾经担任负责解放军武器装备采购 跟研制的总装备部副部长 并且曾经在2017年跟2018年 因为参与从一家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 购买苏-35战斗机跟S-400地对空导弹的材料 而遭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 他这一次俄罗斯执行的重点之一 就是被认为是跟俄方谈判军售 武器联合开发的问题 所谓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 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买俄罗斯卖 这远远不是中国所希望的共同研发 中国不满俄罗斯老是会留一手 而俄罗斯对中国仿造 切到也一直心怀不满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中国力量统计说 在过去20年当中 至少有17起中国间谍跟黑客 来窃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案例 此外中国还经常的违反 跟俄罗斯武器供应商的协定 对俄罗斯设备以逆向工程 来生产自己的设备 中国复制了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 来开发其歼-11战斗机 并对苏-300SAM系统进行逆向工程 来生产其红旗-9中原端的防空导弹 2019年俄罗斯国有国防公司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曾经公开的表示不满 指责中国在过去17年当中 卷入了多达500旗的未经授权 复制其设备的案例 中国自身的军工技术 虽然已经获得到了土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从飞机发动机到核潜艇 俄罗斯在很多方面 仍然远远地领先于中国 而中国对这些技术垂涎依旧 俄罗斯深陷战争的泥潭 也为李尚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的舒斯特说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但是最终普京想要继续他的战争 他需要中国人的援助 而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子认为 如果说俄罗斯过去还对中国抱有戒心 跟维持的话 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什么选择 只能够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并且做出牺牲 法广引述路透社消息指出 美国执法官员17号逮捕了两名涉嫌 在曼哈顿唐人街 经营中国秘密警察局的美国公民 指控北京方面 面对在美国抱持不同政见者 来进行打击、恐吓跟骚扰 同时检察官还公布了 针对34名在912特别工作组当中 运作的中国官员的指控 罪名是涉嫌在网络上面 骚扰报纸不同政见者 综合媒体报道 布鲁克林在高联邦检察官皮斯表示 包括40名中国公安部官员在内的被告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创建了数千份虚假个人资料 以此来骚扰跟威胁居住在美国的中国 持不同政见者 并压制他们的政治跟宗教言论 美国不能也不会容忍 中国政府迫害在这个国家 寻求庇护的亲民主活动人士 据了解这34人是中国公安部 所属912专项工作小组的成员 他们涉嫌创设 并且利用假社交媒体账号 来从事跨国的镇压行动 锁定对象为政治观点跟行为 与中国政府不同调的美国居民 比方说在中国倡导民主的人士 甚至是进行死亡威胁 美国司法部表示 所有的被告巨性都居住在中国 目前尚未逮捕归案 司法部指控 该小组在推特等各社交媒体平台 创建数以千计的假人头 借此来宣传有利于 中国政府跟中共的讯息 并且骚扰跟威胁异议人士 甚至潜入异议人士的 线上活动来进行干扰 起诉内容显示出 这些中国公安人员的年龄 大多为20到30岁 也有一部分为40到50岁 为了便于利用大量的假账号 他们也配备大量的 苹果手机跟电脑设备 在不同的手机跟电脑上 还贴有不同机密等级的贴纸 这些线上人头账户 负责推广中国政府的 官方文宣跟论述 来反驳西版对中国活动 有所批评的言论 文宣跟官方论述的主题 由公安部总部来同筹 内容包括了中共主导的 政治制度优于民主制度 美国的内政外交 香港新疆人权议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非议美国人弗洛伊德命案 过后的社会骚乱 以及新冠肺炎大流行等等 某些网络人头会自称是美国人 试图要招募美国人 来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 传播北京当局的宣传 或者是带风向 他们也会加入许多社交平台群组 或者是社团 包括宗教团体在内 此外小组成员还参与破坏 威胁跟骚扰 在美国的异议人士 举办的纪念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网络活动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